我們會判斷好不好 不是 因為他現在把地下室這個事情 我們沒有拿到資料 我們不能零斷 你現在所講的東西都是空的 好不好 等我拿到資料再說 可是他說我錯啊 那你也說他錯啊 我沒有說他 不是 我跟你講 我跟你爭執 請你作笑 我跟你講 已經5點20了 我不希望針對這些事情 我們再浪費我們的時間好不好 大家的時間成本是有的 接著我想排水的問題 我想你們針對排水的問題說明 首先我們剛才提到說 我們的透水面積的部分 原來剛剛之前以前 大概接近40%左右 我們現在未來會變30.9%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 這個透水的部分是增加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 這個部分我們用虛水框架的部分 我們是有計算 大概到長度10年 這個5年都有計算 這會計算出來 製作的需求量是1186 但一般如果是以水保的部分 它還會再加15%的空間再加進來 所以大概是1300公尺左右 那我們所設置的是 7000地方空尺的溢水框架 但裡面我們還有20% 要當作沉沙的空間使用 所以有效的容積是5600 這個部分是可以收納 當然我們為什麼會做比較大的 第一個是說 我們當然希望保水以後 這個水還可以再全部使用 再來就是剛才提到我也提到 我們就要去 所以如果這個外面在哪進來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有多餘的量收集 這是我們的目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 當然像這個異形的部分 這個其實是有計算 大概可能表現了六碼 過程寫出來 這個我們再補充進來 當然我們這個科學符號碼症 不知道是這個我們會來改善 這一定要改進 那另外 剛才老師有提到 我們是用洗接的方式 因為洗接的效率是比較好的 那當然我們P2電腦的體力 因為現在只有背景的監測值 所以是用背景監測值的比例 所以這個部分看起來有比例 當然我們也比對一下 跟其他案件比起來 這個比例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認為這樣子 應該會比較保守的估計 那未來這個部分 當然是由看法單位來洗 營運的時候 還是會這些到外還是會洗 當然就只有洗一遍 但這個部分 會由公債管理中心來負責洗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把它納到 我們包含什麼事項裡面 要什麼機器 要什麼機器 是洗還是少 洗洗 洗接車洗 可以接到那個巷道裡面嗎 因為這個寬度是可以的 像兩邊的道路這邊 其實是雙巷道 然後這個部分 洗接車都可以來來空襲 這是沒有問題 洗衣艦 洗衣艦 那個 剛才東偶原文的區域採水的問題 是 還有就是那個 林偉原文的 那個 還有兩條水問題線的部分 是 剛才是有提到說 我們是用五年跟十年都有計算 當然這個 詳細的計算過程 我們也要報告可能 都算出來的 這個是1181萬公司 當然還會按照 一般水管紀律規範 我們會再加十五顆聖的 那目前 整個地方 其實透過大道路跟 莫德基巴斯 那這兩天 有四五的公共排水系統 所以都是往這個部分來 那是透過這兩個部分來談 所以我們的那個 補納管線的部分 也都有申請 也都是按照這個部分 我們未來是有五個區塊 每個區塊會單獨 往這兩個方向去做排水 這個是這樣的事情 但像我們這個 蓄水方向的部分也是 五個區塊會各個設置 那這樣子就可以獨立考慮 每個區塊裡面的蓄水 跟製孔上面的蓄水 都是保水部分 以都每個區塊為單獨 不會因為說 某個區塊執行 施工的時候 其他區塊 沒有辦法考慮到 這個我們就有辦法考慮 是 那剛才這個 冬委員講那個 有關透水率的部分 不是 其實我們是從40% 其實降到30% 30.9% 其實跟原來開發前 其實是透水面積其實是正確的 這個部分呢 是這個 我們整個計畫特化上面 都有特別的考慮 有關於區域保水跟製孔 我剛剛聽了一下 我還不是很清楚 就是有效的 因為如果說 加很大 它可以到多少 可是它即到 回國程度之後 再下 它就沒有那個 它有效的製孔量 就減少 所以剛才再回到 剛剛那個政務委員所提的 你怎麼樣 Operation 讓它可以達到 你一樣的那個量 這是我們希望 可以把它講清楚 還有呢 就是過了一段時間 它就會有一些 雨季啊 什麼東西之類的 看多久 要去把它清理 就像是那時候 全都到現在滿30幾的 30幾的名字 那你如何去 Operation 這樣子 使它的那個 有效的製孔 是達到你的 你所講的 其實我們的區域 有效的容量是 5600 第一段公司 其實比 實際上 可能技術的需要是好幾倍 但這個部分呢 當然如果 變大廠 今天還是要用抽牌的方式 總是有任務的設置 對 這個部分至少半年 都要清一次 做一次的清理 這個我們會 看到成功的事情 所以 好 我們還有還有一個 要再說明的 防災的 剛才 榮委員提到 防災的 它分三個層次 從天地基地到社區的 防災計畫 你們有沒有要回應 其實因為這邊有一些社區的機構 那防災的話 是逃生避難的這些的話 我們會做滑台 它沒有辦法揉頭皮嗎 這樣 所以我們 現在有考慮有些點 就是滑台讓它很快的下去 這樣子 然後 B洞的 就是第一項這邊 這邊我們現在已經加了滑台 這樣子 那同時在一樓這邊 這邊有打中一個 讓它可以很快的出 出戰出去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是 在第一項的中間 這邊我們都有做 做洋海 很大 這樣子 對 第一項 就是有位社群的這些設施 我們都會留色洋海 這樣子 好 這邊我從來講 就是有關於 我們弱勢病難的部分 我們也看到 它跟一般民眾的 病難的一個 差異性 所以我們社群大陸 基本上 大陸要設計其實都有考量到 私之可用的一個 民眾病難 就地病難的一個 場所 那剛剛委員有指教到說 有關 葛南開發的社會終極性 我們先講到 需求開發剛剛有講過 這個基地不只是公共住宅 它其實還有社群設施 跟醫療機構 還有行政中心 那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對於區域帶動未來的 所謂的社會經濟經濟的部分 其實是正面的影響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 也有心理方面入斷 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 尤其這塊基地是 目前客市長唯一公開承認 它入住比例上限 基本上不設限 只要周邊有更新的需求優先入住 這個地方就是一站五中 好 各位有什麼要提的 剛才張維雲提的 有關於當地的社會社經的這一個問題 這個應該會提供 這個都需要 我也這面代表師父做一個簡單的再整合一個叙事 第一個 在預算的連列上 是師父兩年融合多個群眾的共同努力 然後議會 同意 處發點 也就是剛才所有的我們這個團隊 以及上位發言的衛生局社會局都在 這個也就是剛才羅文明羅科長所說的 這個是個對台北市民的承諾 我們知道全亞洲這應該是唯一公共住宅是六樓以上經過花園回家 可是六到八樓以下是社福設施 的確這裡是一個難得的 如果一切完成的話 它是救護車跟嬰兒車共融的 在0.3.01公頃的開放空間 同時捷運又育幼拖腦 堵書館 區公所 警察局 地方商業都到 它的空地百分比是大於百分之六十 它的確是市府團隊很努力的想要做一個合理的反應 對這個地方它的必要性做以上說明 有關非常敏感的樓高 剛才整個團隊沒有閃躲包含面積 因為一定要清楚地回應 即使今天回應不清楚 還不夠清楚會用書面回應 整個來講 我們很努力的想要 可各位說 包含頭高 也就是說根據現在的環境法 這裡整個環境 未來只要超過這個高度 應該是一百公尺 都要走環平 我想市府率先要做典範 所以我們基本上 努力的在說明這個本案的必要性 以上 謝謝 好 如果我們有問題 我們就請開發團隊一起 好嗎 民眾一起 好嗎 我們現在要做訪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